下一則新聞,北角的黃都戲院剛強拍了48億 新世界投得,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強拍項目 比2018年的估值31億高了53% 黃都戲院也說了很久,有些爭拗 一級的歷史遺跡,我不知道有多少級,經常說外面的浮雕是歷史遺跡 我在那裏經過了幾年,那頭都住了幾十年,真的住了幾十年 其實是要差的,整件事都很順暢 前後都拖拖拉拉了20年,都是要重建的 因為這樣拖拉拉,又不是保育,所以繼續做生意 做來做去又做不起,因為都沒有什麼... 基本上很多保育的人都是黏狗善的 他們說保育的人亂說,又不關你事 你說保育的人不要看你光顧 那些人說要光顧那些士多,又是白街買東西,不要看你光顧那些士多 那些人根本就是業工耗農 如果是中文來說,業工耗農 根本上你就不會去做,你就不會去做,你就不會去做 你嘩,你喜歡那件事,你就實際上你不喜歡 你想保育那件事,就是你不會去的 就是那些美國人,希望保育非洲去做後花園 然後他們有空打壓碟 但是要他們珍愛非洲,住過非洲的生活就不可以了 所以那些保育的人士,全部都是虛偽,人渣,這些都不能談,明白嗎? 那些人本身就是和諸愛迪,那些人都是人渣,不用談 因為你現行不一的,和你真正,那些人是不可行的 因為那裡我以前經常去的,我十幾歲的時候經常去的 即是很小的時候,那時候是十歲,即是十歲的時候經常去的 即是那時候八幾,七幾,那時候經常去的 那時候已經通地價,只要那些東西都應該拆了 不要說現在,幾十年前都應該拆了 所以整件事根本上沒有什麼肉 你都說來說去,大家都是一般保育人士 根本上那些人應該就是那些人去堆填區 但現在新世界是合理的 他就說你經常說來說去就是那塊頭雕 外面那塊龍,他們會保留的 會保留,之後會放在原子上安放的 其實都很合理,你們最重要的是 至於你說建築很特色,圓棕那些我又不覺得 根本沒有維修,根本在那區住的人 就覺得那裏又睹眼睹鼻,說真的 那些人說的保育都不是在那區住的 你叫做搬到黃都大住了八五年 你說得很對,在那區住的人 大家都知道那裏應該盡快發展 通街,通地,蟑螂,起貼街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現在不知道多好 起貼街會留什麼樓 起回 現在起回,灣仔起回都不知道多好 起貼街留什麼carrier,那些人根本上 自己活在以前,你活在幻想中 而且還要這個世界 有些人是被保育樓的 起貼街,買的起貼,有得多好 以前經常去,每天去 還有黃都戲院 我看過一件好笑的 就是我看見那個人說 黃都戲院以前是超等的 我看有線電視 他們真的沒有去黃都戲院看電視 以前我經常去 我最權力是在黃都戲院看 黃都戲院是特別一間 有特等的超等 我不知道你記得嗎 我不知道 我長大的時候已經沒有去 他超等 他超等是在超等的地方 特等其實就是後座 最後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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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高了起來 因為他死了 所以他那裡是超等的 超等就太高了 所以那些人說 你們是超等 我想你們全部都沒有去黃都戲院看電視 全部都是你們做的 他是保育人士 不是記者 問那個保育人士 那個人說很熟悉的 問那個專家 我都沒有去過 黃都戲院唯一一間 有特等的 而特等的貴又超等 因為超等的 超等的 那個人說的 那個人訪問也不認識 那些人真的 問了一點 說真的 如果你住那區 你就知道黃都戲院 是應該發展的 盡快 也告一段落 47億 希望他賺得多 是不是也拖一下政府腳 有些什麼 拖一下地球 拖了二十幾年 拖了這個 拖著地球轉 那些不知是什麼人 所以有時候 就是這樣說 有時候你會發現 就是 當你年紀大了之後 你見到那麼多廢人 出去廢話 出來沒什麼做 那些自己都讓不上自己 拿著中緩出來 出來喊喊 那些 喂 自己都搞不上自己 那些有時候 有時候共產黨真的很對 就是我跟你說那麼多 廢話 浪費那麼多時間 就是你明白嗎 你們這些人 這樣對於地球 是沒有貢獻的 廢物一落都對不去的 那如果我 我和你們一起爭辯 然後做一些政治鬥爭 搞那麼多年 拖廢二十幾年 又不知多少錢 不如我直接拿你去 拉你去坐牢的話 就不要浪費米飯 明白嗎 有時候你會覺得 你做人做那麼多年 你覺得共產黨 這樣的做法 真的有道理 不然你會很浪費公共和社會資源 明白嗎 明白嗎 他們本身也是浪費米飯 當然 如果說到保育 我昨晚在Nikris看了一套電影 《活在天雨地》 講了一個保育問題紀錄片 很好看 裡面是講了整個 過去的二十世紀生態發展 他們會告訴你 究竟現在地球發生什麼事 真正要保育的是什麼 真正要保育的是荒地和野地 即是要多些大自然的多樣性 就不是你這樣 這麼說 他們說的都是錯的 即是珠海迪他們說的都是錯的 第一 農業是非常之不保育的 當然 第二 你將人住得愈逼愈好 其實你會允許更多的荒地 沒錯 即是你那些人 每個人都住在郊區 低密度 其實人們都住在屏風樓 人的居住環境是差一點的 但問題是你會有更多生存 即是人們不應該堆在郊區 都在城市裡 集中去處理人類 的話 你的郊區會有更多保育的機會 即是你有很多問題 在堆填區 當然 你堆在這裡 又說人根居住面積太小 現在人根居住面積太小 其實不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那些問題 如果你可以把全部的東西拆到從來 完全不理所有的私人財產不可侵犯 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可逾越的底線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你從頭再規劃 總而言之 只要我賠錢合理賠償 你一定要走 很簡單 即是政府加強收地 不用經過法庭 不用經過任何事 那些事情 從頭再來過 是足夠的 但是你又要保育 又要什麼 你不可以長期抗戰 為何要發展郊野公園 或為何要填海 因為那些事情你實際上搞不到 就是你的私有產權問題 即是你是不是想推翻私有產權 我可以 不是不賠錢 我採取完賠錢 或者多賠錢 再由來過 把新界村屋全部拆掉 三層 對嗎 那你就是 你能夠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你又說中地說什麼 你現在說 你不要資本主要和共產主要 可以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我沒有吃虧的 也是有一句 是救市還是防疫的問題 環保有一個防疫的問題 經濟發展是救市問題 最好的狀況就是 不但沒有交野公園 那些不是交野公園 那些人都不懂 但是香港人都是それで 國民會整理人 那些人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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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後就破壞了 對 應該是 行什麼行 交野公園 就是你們自己的私人利益 明白嗎 就是林初英那些人渣 的私人利益 這件事挺好的 其實現在說保育荒地 就是人類不要去的地方 是的 那些雨林 要如何去出走 交什麼?供什麼餘館? National Reserve是對的 如果全部交的供應變成National Reserve 我都不反對 不要去 有得去發展 放生物去繁殖 原來你是想走路 原來你是想保障自己走路權利 讓我們沒得住 這樣就不同了 好,下一則新聞 我自己覺得這則新聞很重要 可能大家都不會太留意 就是中國完成了一億多個農業的人口 農村人口落戶城市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重要的理程 因為一直以來 大陸的問題都是城鄉 農民的戶口和城市居民的戶口 有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是之前我們在說 10億農民,4億城市人 但是現在已經逆轉了 剛剛最新的報告就是 居住在城市的人 已經多於居住在鄉村的人 不是,居住不同 以及戶籍是兩回事 現在你的新聞是戶籍還是居住 戶籍 因為其實居住城市的人 一直都有 一直都去了 但問題是下不了城市戶籍 很多人在城市買樓 你下回城市戶籍就少了 因為戶籍是... 不能轉移 例如加拿大也很容易主要戶籍 其實是一個資源分配問題 因為城市的資源是比較多的 所以每個都會有北京戶籍 所以你在那裡讀書 都很方便 但根本上那個地方沒有資源 去給予你這麼多人口相同的戶籍 所以其實是一個資源分配問題 如果你能夠提供到城市戶籍 這麼容易申請 證明這個國家的資源是夠分配的 如果不然你只有城市 都會有很大程度的privilege 所以城市人的privilege是低了 但有很多戶籍你都很難拿 例如北京戶籍 當然了 北京上海都是例外的 是的 那些特別處 所以那些城市就是二三層城市 但這個心理都說了沒有 他給予一億的農村戶籍戶城市 你都說國家的資源是夠多了 是的 如果你的城市都養不到 他也不敢 這樣做成億 是的 因為你學校所有的東西 那些是分配的 因為現在都沒有辦法 因為你農村的教育是不行的 因為一些人都去了城市 那些鄉村有否看過 張藝謀最喜歡看的電影 叫做一個都不能少 哦 經典 是的 一個都不能少 他很喜歡看電影 他就是說你農村教學 你本身的資源是不夠的 所以那些小孩在城市大會 會比較受到的資源 受到的東西的部分會比較好 當然要說回上海北京 天津和大城市的例外 那些都很難拿到的路程 那些是重點發表 因為北京你沒有辦法 北京你太多人去 如果他不禁止的話 北京上海是 淪陷 以億人人口計 上海人的說法就是淪陷 被外省人離開 我們就淪陷 實際上他們比香港更嚴重 他們人多 上海人很保護 我都認識那些上海人 他們都跟我們的想法一樣 他們稱呼為外省人 不要乃 好了 我們說回美國副總統辯論 彭斯對賀錦麗 昨天舉行了 也照賀錦麗的說法 中間有膠板圍起 相距3.7米 之前彭斯說不肯 但最後也尊重女性 辯論都針鋒相對 有人說賀錦麗是一個 馳風很銳利的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辯論 我昨天提過了 是的 很銳利 很有攻擊性 也是講了疫情問題 又說你特朗普政府 對疫情搞得很和譜 彭斯回應 你有什麼好建議 貿易戰方面 賀錦麗就說你打輸了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總統 特朗普政府 彭斯就說 那拜登又怎樣 過去幾十年他是中國的啦啦隊 搖企啦趴 類似這些問題 有些特別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賀錦麗都很左膠 他對黑人的種族問題都很左派 甚至贊成不再撥款 或者減低撥款給警察的政策 那時候 講給大家知道 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彭斯就問他 如果這個疫苗推出 你打不打 賀錦麗當然會打 但如果特朗普叫我打 我就不打 但說了一件事 疫苗會出現 彭斯就說了 大選前的最後一招 就是疫苗出龍 對特朗普的選情有沒有幫助我們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主持人是你們兩個的 兩位作為七十多歲候選人的拍檔 你們會怎樣去看 若然你們那兩位候選人 將來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們會怎樣呢 兩個採用的態度是秘而不答 因為有些僭越 你現在這樣講的話 就有個問題 還有一些事情 當你說謊的時候 你有表現 非而得八 就是其中一個表現 因為大家 其實沒有試過 有一個副總統辯論 這樣被人關心 對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 這兩個副總統 真的可能是做總統的 所以我也說 最糟糕 我是不是在你 我跟朋友說 我跟朋友說 我忘記了 找賀錦麗是錯的 你在節目裡說錯的 我在節目裡說錯的 因為你不應該找黑人 不應該找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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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因為大家會很忌諱 如果你看那些白人不求你 這個是拜登很失敗 拜登很失敗 他又不知道自己77歲的時候 覺得自己年輕 對 如果你說黑不頓 他就沒有問題 所以整件事 河錦麗本身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這樣做 就等於找賀錦麗 不如選賀錦麗 選抗斯做政策 你不如找賀錦麗做總統 拜登做副總統 給我ええ 可能的 然後再找一個黑人 我年輕人打理你們的 我再找一個像哈林頓 你會再好一點 現在那些人不擺明 結果那些人又擔心這件事 就變成有點兩頭不動 事後的民調當然是賀錦 以百分之六十勝出 六四比 這些我們不放在眼內 因為美國的媒體也是民主黨 去年的上一屆總統辯論 全部都是說 所以今次 今次所有有息之士 都是買特朗普贏的 所以我就有些少少 我就有幾有 幾有 那個叫做 Restormation 如果不是因為 如果不是因為我相信 爸爸倫格的預言的話 我呢 即是我的英國 我就賭拜登贏了 因為太多有息之士 因為他們看過我上一次 這次全部都反過來 每個都有息之士 都是 反而不叫特朗普贏 大家四口 全部的輿論 反而不是說他們的辯論內容 全部的輿論是說 有隻烏蠅 停在彭斯白色的頭髮上兩分鐘 又是變死了笑話 彭斯幾歲呢 六十幾歲 對 結果全部都變成 因為他的頭髮也太厲害了 那隻烏蠅真是幫忙 成為了美國的笑話 在民主黨那邊的陣營 還馬上推出烏蠅跑來籌款 又是那些 一發現有些有趣的事情 就馬上移動了 因為沒有人有心機聽他說什麼 因為特朗普 有人批評說特朗普的辯論 說特朗普和拜登的辯論 他說特朗普是對的 因為沒有人真正聽他的辯論 所以你一定要做這些事 特朗普一早就摸通了這條路 你真的聽嗎 沒什麼意思 另外就是特朗普的消息 特朗普說要全國免費派藥 希望全國的新型冠狀病患者 可以得到我的治療方式 你頂得順 因為大家都這樣說他 所以他就是要說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說 就算是華春瑩都說 希望他這樣傳過去 所以他就要這樣說 但是 我懷疑 是否有氣 當然 赤藩 1959年出生 61歲 很年輕 但他的頭很白 應該年輕也沒有 另外 佩洛西這個眾議院長 打算撤銷特朗普 又是一個政治炒作 打算撤銷他的職務 說他有新型冠狀病毒 還是一個感染者 根本不適合再擔任總統職務 周圍去感染人 怎麼辦呢 這也不會成功 但得罪說一下 另外 下星期二的總統辯論 也有了 原本在馬雅密舉行 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拜登就叫做參加 但繼續舉行 視像方式 但特朗普說不參加 對 視像也不參加 視像也不參加 即是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即是最後一場就是彭斯對賀錦麗 即是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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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覺得 繼續選下去 因為大家都害怕錯 即是大家害怕 因為上次 特朗普就是 有些糟糕 有些失利 但拜登也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自己隨時做得不好 兩個人都不太大信心 但我發現了 當總統大選如火如荼 美國一直下來的局面平靜了 即是示威 遊行 香港當日選什麼時候 都立即平靜 當日選區議會 都立即平靜了 這就是所想說的 即是政治力量是很偉大的 即是怎樣去 止亂制暴 是很多種方法的 沒錯 即是烏鷹可能都是故意安排 機械是烏鷹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是免得你說那麼多些實質的事 好 那就是這樣 因為都說了很久了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新聞聯播 多謝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我們明天訂閱